为了养儿防老 父亲将刚出生的双胞胎女儿送人 如今老了又要与女儿认亲 女儿是否该答应呢 镜头前的男人叫李德全 今年51岁 面对记者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悔恨 25年前他的妻子生下了双胞胎女儿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 家长已有两个女儿 一心想要儿子的他们 感到无力承担更多 因此在孩子们出生仅三天后 他做出了一个仓促的决定 将两个女儿送给了别人 多年后 李德全对这个决定感到无比懊悔 他的妻子也因为送走孩子而思念成疾 不久后便去世了 李德全就这样痛苦地度过了25年 回忆当天 他将双胞胎女儿分别送给了两个家庭 姐姐佳佳被送到了一个姓李的家庭 而妹妹则送到了远房亲戚那里 尽管李德全和佳佳住在同一个村子里 他却从未去看望过他 连他的二女儿远远都不知道 自己还有一个妹妹 了解真相后 李德全和远远一起去拜访了佳佳的养父母 养母图灵热情地迎接了他们 并且在得知李德全想要认回佳佳时 他并没有表现出抗拒 养父母对佳佳倾注了全部的爱 并支持他完成了大学教育 佳佳在大学里展现出了他的艺术才能 并多次在比赛中获奖 如今他已经在城市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 只在周末回家 李德全看着墙上挂着的佳佳照片 迫不及待地拍下了这些照片 从佳佳的笑容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在这个家里是多么的幸福 那么面对这一切 李德全会忍心破坏佳佳现有的幸福生活吗 未生儿子将刚出生的双胞胎女儿送人 如今老了又想要认回 女儿是否该答应呢 面对李德全的认亲 养母图灵毫不犹豫的同意了 他只期望在佳佳回亲生父亲的怀抱后 两家能够相互走动 让佳佳常回家看看 图灵的笑容背后 使他对佳佳深深的眷恋 毕竟25年的养育 佳佳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在这时 李德全道出了另一个目的 他希望佳佳能帮助自己找到双胞胎的另一个妹妹 第二天 佳佳终于出现了 出乎意料的是 他早已解开了自己身世的谜题 他曾因为害怕养父母对自己不好而感到不安 但当一切真相揭露后 他发现养父母对他的爱反而更加深厚 胜过亲生女儿 佳佳心中充满了感激 同时也对亲生父母当年的做法感到疑惑 为了找到答案 他决定与李德全见面 当听说佳佳将要回来时 李德全的二女儿圆圆一早就站在村口等待 当两人相遇时 他们感受到了血脉相连的亲情 紧紧相拥泪水涌出 在家中 李德全终于向佳佳坦白了当年抛弃的原因 他的内心充满了悔恨 佳佳虽然有所猜疑 但听到父亲的话后 他的心情复杂到难以平静 李德全继续透露 不只是佳佳被送走 他的双胞胎妹妹也一样 但现在他的下落成了一个谜 这个消息让佳佳感到震惊不已 未生儿子将刚出生的双胞胎女儿送人 如今老了又想要认回 女儿是否该答应呢 在那张泛黄的旧照片中 两个墙堡中的婴儿安静地躺着 左侧的黄色小被子里包裹着的是妹妹 右侧则是姐姐佳佳 25年前 由于家庭贫困和严格的生育政策 李德全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 将刚出生的双胞胎女儿送人 家家被送走后 李德全又将小妹交给了一个远房亲戚 但由于那家也是囊中羞涩 小妹不久又被转送给他人 就这样 李德全失去了对小妹的消息 多年后 为了寻找失散的妹妹 李德全联系了当年的远房亲戚 亲戚告诉他 他曾短暂地照顾过小妹 但在家人的反对下 不得不将她交给了一个名叫王秀华的女士 李德全根据这条线索找到了王秀华 但王秀华却装作一无所知 否认曾经抚养过小妹 家家绝望之下 跪在王秀华面前 泪流满面地恳求她说出真相 然而 王秀华仍旧闭口不谈 就在大家准备离开时 王秀华的女儿王萍突然出现 揭开了所有的秘密 原来 小妹的经历比姐姐家家要坎坷得多 在被王秀华收养后 王萍曾代替母亲照顾过她一段时间 但由于王家的经济状况也不佳 最终决定将小妹送给了王萍的姑姑 幸运的是 小妹在那里得到了悉心的照顾 如今她的养父母家已经一距江西 生活富裕且幸福 王秀华之所以隐瞒真相 是因为不想打破这份宁静 听到妹妹安好的消息 家家激动得热泪盈眶 王萍承诺会帮助她们联系 让李家人先回家等候 故事的最终 家家回到了亲生父母的怀抱 与家人共享了久违的团圆饭 小妹的回归也指日可待 我们都期待着不久的将来 这个家庭能够完全团聚 同时 我们也希望家家能够记住养父母的恩情 报答他们多年的养育之恩 其中文不代表 diz中文不代表 地底采离 不